家长的出发点总是为了孩子好 网友临终一夜说 则什么校啊 只要自己想学会有天赋 哪不是一样 网友圣洁妈咪说 我觉得则校没有太大的必要 也不见得将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都来自名牌小学吧 网友东菊腊梅说 则校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 从小耳濡目染这样的事 他们将来会用怎样的方式为人处事呢 希望教育部即将出台的措施 能够真正从根源上解决 令无数家长头疼的择销问题 遇到问题啊 总要找方式去解决 如果你失恋了 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 上海某企业新推出一项 失恋假期的福利措施 让不少员工感到既新奇又感动 措施规定 员工如果失恋 可以获得五天假期 用以恢复感情创伤 失恋假期已经推出 就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 他们认为这项福利措施 很好地诠释了企业人性化管理的宗旨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 比如如何界定失恋 是否会有员工界失恋钻空子等等 对此企业负责人表示 新福利措施的确还存在 需要完善的地方 但初衷是为了让员工 更快乐提高幸福指数 人们常说幸福无价 而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通过调查 创造出了一套计算公式 计算出快乐 亦或是悲伤的情绪 是有价可循的 假设以十分之评价 对生活的满意度 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八分 而当人生大事发生 或者输入水平突然改变后 答案就会发生变化 自2001年起 昆士兰理工大学教授 保罗弗里特斯带领研究小组 每年调查约一万名澳大利亚人 评估他们遭遇人生大事时的幸福感 调查显示 对男性而言 结婚与三万两千澳元 带来的幸福感将等 对女性而言 结婚带来的幸福感 相当于一万六千澳元 比男性的幸福感价值要低得多 如果遭遇离婚 男性感觉相当于损失 十一万澳元 女性则感觉类似损失 九千澳元 孩子诞生 对父母而言 既有心理收益 也有心理成本 计算得出 孩子诞生 对母亲而言 类似得到八千七百澳元 而对父亲 则价值三万澳元 失去挚爱的亲友 带给女性的痛苦 类似损失 十三万澳元 对男性而言 价值要高得多 相当于六十二万澳元 研究调查显示 男性在面临这些人生 重要事件时 受影响的程度 都高于女性 金钱对快乐的影响力 比过去的认知 来得更高 弗里特斯的有价公事 也许并不能让所有人认同 但要问那些 怀揣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 幸福是什么 不少人的回答 应该是出名吧 近日 一对以真人秀节目 走红的明星夫妇 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 如何变有名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的成名 也许并不是